这个女人换上芭蕾舞鞋 做好热身运动 开始练习舞蹈 脚尖倾电 双臂舒展 可练着练着 她觉得有点不对劲 今天的灯总是一闪一闪的 舞室里还只有自己一个人 不免有些害怕 但女人没有太过在意 整理了一下心情 准备继续排练 诶 镜子里的人是不是慢了一点 女人上下打量着 又做了几个动作 抬起左腿 正常 举起胳膊 正常 挥挥双手 好像没什么事啊 她怀疑是自己多心了 可一回头 女人被吓坏了 但她突然听到身后 传来了两声重重的脚步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她回了头 镜中的自己 就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地盯着她 女人走了过去 看到镜子里的人先动了 摟腰抬手 就是看起来有点别扭 女人思考了一下 做出了相同的动作 但她坐起来 举手投足 都散发出一种优雅的感觉 镜子里的人看到后非常开心 仿佛是她的小迷妹 又模仿了另外一段 可这个动作 她显然是做错了 女人摇了摇头 做出示范 镜中人罩着跳了一下 不对 仔细看 镜子那边的自己 显然没什么舞蹈天赋 还越跳越恼火 开始的兴奋也变成了嫉妒 重重地跺了一脚 女人这时才回过味来 感觉害怕了 她挣扎着想要逃走 恰恰 电话响了 女人急忙向背包爬去 而镜子里的人 就在背后冷冷地看着 因为她突然发现 自己才是那个 可以掌控一切的人 她一根 一根 一下 一下地掰断了自己的手指 女人哆哆嗦嗦 已经说不出话了 但还是挣扎着站起来了 不过 镜中人显然没打算放过她 短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原片虽然只有六分钟 但我的鸡皮疙瘩 真是掉了一地 不作死就不会死 人都动了 为什么不跑 明明是半夜 为什么要练舞 还非得battle一下 这要还不舒适 生死步都给她养了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